运动员备赵奥运 不想着努力训练 却琢磨每天如何混日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hello大家好 我小胖 一个有梦想的跳石运动员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小胖跳石日志 有段时间没有更新日志了 真的是十分想念大家 那最近更新比较少的原因 主要是离东京奥运会越来越近了 训练强度呢 非常的大 真是有点分身乏术呀 其次呢觉得自己啊 一直没找到个有趣的切入点来拍视频 所以呢最近也一直在学习 想充实一下自己 不过最近家人朋友们一直催我更新 那我也想着 新学的技能总得实践一下吧 所以我又来了 那还是老规矩 一边练一边跟大家聊 家人朋友们是不是觉得 这奥运会都临近了 那我们这训练还不得拼命 这每天的训练内容 不得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 大运动量大强度的往死里干 大比赛嘛 玩的就是比赛困 我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太绕 大白话的意思就是 奥运会的号角银吹响 现在每天训练 只要没练死 就往死里练 哪还会想着混日子 其实现实的训练情况就是 每天到训练场 跟和尚撞钟一样 撞完这天钟就迅速离场 多待一秒 不想吐 为何如此呢 运动员等这场升会已经五年了 1800多个日日夜夜 还在准备奥运会的选手 肯定是精英中的王牌 备上奥运 训练技术上只占比较少的比例 现在较量的是身体和心理 很好理解 先说身体 有多少优秀的运动员 因为身上的伤病 根本无法兼职奥运堆持一年的这个结果 被迫选择了退役 例如银丹 耽搁 真的十分可惜 我们不能看到 在奥运赛场上 他的精彩扣杀了 所以保护好自己身体 有多重要 其次 在心理上 越是临近大比赛 压力越大 各方面情况和接收到的信息 都会让人精神高度紧张和集中 就会让运动员感受 每一天度过的急慢 真的是度日如年 每天都必须面对伤病的痛苦 精神的绝望 以及时间的煎熬 非常消磨人的意志 所以在这个结果眼上 并不是练得多就好 现在注重的是 心态不崩 身上不伤 维持训练 哪怕是婚日子 保持良好的心态 每天的训练质量都非常高 因此 我每天训练完 都要强迫的自己出去逛逛街 找朋友吃吃饭 来聊天 只要对身上伤病没影响 只要对心情有帮助的事情 就可以去做 所以 面对巨大压力和身心疲惫时 适当的释放自己 回归日子 可以帮助自己 度过最艰难的时期 毕竟 等待光明前 得确保自己顺利度过黑暗 那家人朋友们 你们在面对重要的事情 或巨大压力时 都是如何调及自己的状态呢 如何放松自己呢 欢迎到留言区 咱们一起讨论 所以 家人朋友们 如果在酒吧或餐馆 遇到我吃喝玩乐 千万别惊讶 我正在专心的备战奥运会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小胖跳日志 我是小胖 一个有梦想的跳水动员 关注我 带大家了解运动员 最真实的样子 并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